编曲 王农卫 作词 负先生 作词 厌室 作词 厌室 作词 厌室 编曲 厌室 编曲 厌室 编曲 厌室 我相信半年后的朋友 会比较熟悉的一段写例 编曲 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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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还是小孩子 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 散发着淡淡的清夏 但我渐渐的长大 门前的那些茉莉花 你满满的枯萎 不再萌芽 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的年纪 什么样的欢愉 什么样的哭泣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我没有共同的情绪 却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回忆起童年的点点鼻涕 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 白鱼的手借过我 但我还是小孩子 看见有许多的茉莉花 门发着淡淡的清夏 但我渐渐的长大 看见的那些茉莉花 你满满的枯萎 不再萌芽 什么样的心情 什么样的年纪 什么样的欢愉 什么样的哭泣 大声一点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我没有共同的情绪 却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 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 一起来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我们有共同的情绪 却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 却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